這負債看你怎麼看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不管是2430億 還是3125億 我請教 這樣的負債不高嗎 很高吧 我不知道2400 在民進黨政府裡頭高不高 但是3125在大家的田律都很高 在哪裡都高 在直轄市裡面已經是最高 因為全國最高 這也是全國最高的負債了 難道還要再比說不夠高 我一定要到3000億才算高嗎 所以當選舉的時候 大家在吵說是3000億 還是2400億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所以現在韓國瑜 重點是他當選了 他馬上面對兩大坑 一個是天坑 一個是前坑 天坑的問題 我想那個是民眾實際感受的問題 所以對韓市長來講 他絕對有一個時間的壓力 當然這裡面 對於像天坑這一類的問題 我是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說心力99除幣1 我其實不太認同 我覺得心力跟除幣你都要做 因為你如果沒有抓出幣的話 你搞不好繼續跟著錯 這個就一路錯到底 就對你的市長來講 不見得是完全是好的 甚至你沒有抓到幣 你不曉得問題在哪裡 像這些坑為什麼會造成 那你不用查 你誰要查 他講了一個問題好像 例清廠商跟營造廠商合一 所以這個也就告訴你就是說 是有問題的 那問題你就要查 那就是幣 你要除幣以後你才可能心力 所以我是覺得 這部分選民也會樂見你說 選這個市長應該也不是說 前面做什麼我就跟著做什麼 應該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你能夠找出問題 而且找出幣 然後最後你矯正他 你糾正他 你修正他 然後你找出一個更好 更正確的方式來處理他 我覺得這個是心力除幣 他都一定要做 天坑這只是一個象徵性 大家都知道說一個大問題 但有沒有其他類似天坑的問題 要去找 否則的話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過去的 我想民眾的期待 他會慢慢有可能會落空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當然是相對棘手 那錢坑的問題 當然這兩個坑也相互聯動 因為沒有錢實在很難做事 現在韓市長他不是說 沒有錢的問題 他還要還錢 還要還了錢 每年利息就25億 然後重點是還了錢 不是他欠的 還的錢都是前面的人欠的 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講 那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形容 他沒辦法拋棄繼承 沒有辦法 他也沒有辦法宣告破產 所以他就只能繼承這個債務 然後去幫忙還 所以他現在感覺到 他會覺得說 我當選我來繼承這個債務 而且我沒有當選 再決定要給我多少錢 來還這個債 所以我覺得這當中 他心裡面一定是非常難你形容 甚至也非常難你適應 他也講說中央能不能給他 更多的補助 更寬鬆等等 所以我們也呼籲 副院長陳其邁 站在你是高雄出身的 你也不要忘了 高雄現在的財政負擔 你更不要忘你 你過去是高雄市的立法委員 這些今天高雄 變成這樣子的負債的情況 我想作為當地的民代 也有一定的責任 雖然大部分這些是市政 或者市長他們所欠下的 但現在你貴為行政院的副院長 是不是能夠在韓市長這部分 能夠給他更多的資源 或更多的幫忙 去創造一個中央跟地方合作的典範 我們期待是看到這個 也因此對韓市長來講 這兩個坑 不知道 他的任期是前面四年 1460天 如果3000億真的要還 一天還兩億都還還不完 一天還兩億都還還不完 每天種樂透都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 他現在直接逃兩個多 真的是非常傷腦筋 然後又要應付一些 包括像現在議會開議 我看全國矚目的焦點 幾乎都在高雄市議會 所以對他而言 他能不能有更多的時間跟精力 去好好思考說 這兩大坑怎麼處理 我還是建議市長天坑的問題 那個民眾感受度最強的問題 應該是趕快先把它補起來 因為那個會是民眾覺得說 我換了一個新市長之後 起碼我的路的品質各方面 是跟以前不一樣的 是跟以前不一樣的 至於還債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不能完全 就讓韓國瑜來負擔 因為畢竟這些債 不是他所欠下的 但是有必要把這些債 怎麼來的說清楚 作為一個市長 你應該去查清楚 當初這些債為什麼欠下來 再來還債的情況是怎麼還的 比如說這裡提到說 賣了這麼多的地 財還四百多億 幾萬坪的地怎麼會只有 我是不曉得議員那個地 高雄的地價有這麼便宜嗎 對 還有那個在哪裡 就是說最後一個市政府 會把地賣掉 大部分應該是在不錯的區域才對 否則這個地要賣掉也不容易 通常公交要不要賣 一定都是不錯的地 賣了幾萬坪的地 然後只還了四百多億 16.7萬 那是非常大 一個凡帝鋼 超過一個凡帝鋼 這麼大的一地方 如果又是在精華區的話 為什麼這樣 我覺得這個有必要查清楚 讓大家知道說 什麼時候賣多少錢 然後還了多少錢 民眾自然很清楚 相對的現在韓國瑜來做的時候 他能夠有一個 自我的期許說 將來我在還債的時候 我怎麼樣來還債是合理的 外界認為說 你做到一個禁止的市長 你不可能期待說 四年都把他撐撐撐不可能 我現在是期待一個月 五千個天坑就不見了 可能接下來是期待三個月 所有的債都要賣完 我覺得這都是很不公平的期待 因為這一些錯誤也好 或者執政上面的瑕疵也好 問題也好 都不是過去韓國瑜造成的 韓國瑜他有一個 他對選民有一個 怎麼講 這個想要給選民一個交代 我來當選 我會來解決 我覺得光這個解決 他要提出來的那種勇氣 還有接下來他怎麼做 這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但是選民也不應該把所有 過去前面這些負債也好問題 全部都放在他身上 因為這不是他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公平 根據財政部的公共債務法 然後再加上你說 其他營業基金 像高雄市的公車處 以前是虧損連連 一年要大概虧損15億左右 所以長期累積下來的話 高雄市的公車 當時有一個基金後來把它 就是說公車處把它民營化出去之後 但是這個錢還是市政府的一個債務 我剛才講的這幾項 其實也都是高雄市政府的債務 只是在花媽執政的時候 他不願意提出來 他等於是把它掩飾 但是這些債務不還 他也不會消失 當然是不會消失 他這個債務算是叫做 非營業特種基金 這個基金還是高雄市政府 他所要去解決掉的問題 所以如果要公共債務法 需要公告的是2450 如果這些隱藏性加起來的話 就是3000多億 但是我在這邊要先講一點 花媽他當了12年高雄市長 他一共舉債 借錢的部分是舉債了1100多億 1100多億 所以這3125億當中 有花媽在擔任市長的時候 新舉的債是1000多億 1000多億 不是 是2450億裡面有1000億 有1000多億 是他舉的 是 然後有600億是卸廠庭 花媽之前是8年是卸廠庭 是600億 所以各位把2500億左右 扣掉這1700億 就是吳敦義市長交給 謝長寧時代高雄市的負債 我想這是數字 這是可被公平的 所以高雄市政府等於 這20年在民進黨的執政當中 他的這個法定債務 就已經增加了1700億左右 1700億 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說 這個其實整個市政府 你說你舉債 你借錢 你如果是要增加城市的競爭力 比如說建設 或者是讓人民 有更好的居住環境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 你這樣的一種舉債方式 建設城市的方法 應該是讓整個城市 可能競爭力變強了 讓整個城市的可能經濟發展更好 但是怎麼會 花媽一走的時候 是整個高雄市的情況是 北漂青年很多 然後人口在下滑 然後經濟非常的不景氣 所以我在講說 花媽這12年在高雄 我們所看到的是 他的開源不足 什麼叫開源 我舉個例子 一樣是六都的市長 我來講舉馬英九市長 他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當時他所推動的 南港軟體園區 還有他在裡面 也有去推動內湖 科技園區 這兩個的產值 都到達了數千億 這個會增加城市的稅收 我們今天這樣講 高雄市這每年 一千多億的預算裡面 他自己能夠收得稅 只有四百多億 中央補助款 統籌分配款 加上其他大大小小計畫 中立法院他們審定的 有六百多億 所以高雄市 他的自酬財源是非常缺乏的 也就是我們的經濟能力不足 當一個市長應該是 如何讓景氣活絡 讓投資增加 這樣子的話稅收才會增加 所以台北市也好 台中市胡志強市長 我想那個委員很清楚 自從台積電在十年前 進駐到台中之後 台積電一年幫台中市 創造了4千億左右的產值 這個都是營業稅的來源 也增加了統籌分配稅款的挹注 所以我說第一點 高雄市政府在過去這20年 開源不足 那節流的部分很清楚 我們在一位審預算 最後這幾年才開始看到說 每一年的預算 各局處自己減掉3%到5% 節流 他就強迫你 一定要去減少你的預算支出 其實這種前面都大把大把錢在花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以前高雄市過一個年 他放煙火要放掉幾千萬 就這樣煙火放了就沒有了 辦一個大型的活動 也是2千萬 3千萬在花 辦這個活動的確 你可能有一些熱鬧的氣氛 但是你有沒有創造任何 未來的經濟價值 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們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花媽在這邊 我不講話 謝長廷史丹娜已經十幾年前了 花媽這12年 在高雄舉債是40 已經是40 已經到2千4百多億 這是他借了錢 其他的基金加起來3千多億 那很可惜是 倒是我覺得 我一個在地的民意代表 我最痛心的是說 你花這麼多錢 但是你沒有辦法 造成高雄更加的繁榮 經濟更加的蓬勃 這是我覺得最可惜的 変自動氣氛